来在什么星座的人身上 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不喜欢书的感觉 对 因为他不喜欢书 所以带来他人生某个层面 其实也是很有成就 对不对 那确实从十二星座来说 有些星座的朋友 他们真的就不喜欢书的感觉 我们从哪边来观察呢 我们打开自己的星盘 看一下太阳 以及与每一个人内在的 这种驱动力有关的月亮 还有我们怎么做事情的行动力 我行动如何 其实观察火星 以及上身星座这几个部分来看看 到底哪些星座的朋友呢 就是不喜欢书的感觉 首先第三名 如果我们刚刚讲的这几个星座 落在狮子座的朋友 你去观察身边狮子座的朋友呢 他们其实有一点倔强 而且会通常不太示弱 对不对 但很多人讲狮子座的朋友 好像都是那种 你知道不喜欢书 没有错 可是更进一步去看 狮子座的人 其实他们会觉得很在意这种 要有面子 他会觉得如果输 就代表我没有面子 所以你要跟狮子相处的时候呢 有时候我们会这样故意去 跟他开玩笑 比方说 今天这一餐我请客好了 然后我就选了某间餐厅 其实有一点点贵 这时候下个月如果换狮子要请客 他会觉得如果我请的餐厅 这个价格不如前一个月 我好像就输了 你知道他们就会这样子 所以有时候像我记得 以前我念书的时候 我们那种同学们 有时候我们就是把狮子要请客的 这个时间点排在后面一点 我们前面先订一下这个餐厅 后来真的会吃到大餐 而且你看像演艺圈 有很多狮子座的代表 我们讲到就会是像这个 阿妹张慧妹对不对 还有小燕姐 我记得小燕姐也是狮子座 也就是说其实很多狮子座的朋友 在台面上我们都会说 他们不喜欢书 喜欢一登场像巨星 可是我们都没有 我们都忘记了 狮子因为要有面子 因为不愿意书 他们台下其实是付出了 非常多的努力的 很多的狮子 其实你看像 你说像小燕姐或像阿妹 甚至像我记得玛丹娜 也是狮子座 他们其实都有一定的 这种地位了 可是他们每一次的出场 每一次的这种表演之前 其实他们是非常的 尽心尽力的 这是因为他们不喜欢书 可是也造就他们的 一个很辉煌的舞台的 第二名呢 如果是有落在 天蝎座的朋友 我们说会咬紧牙关 不肯服输 我刚看了一下 国灵姐的星盘 乍看没有对不对 但是国灵姐你看 因为您的上身是处女座 是 然后你最后一个 冥王星是不是也在处女座 是 好 所以你的 这个从占星学的角度 因为国灵 冥王星是天蝎座的守护星 所以对你个人心盘而言 你的天蝎座其实 这是 你的第一宫 其实是带有天蝎座 就上身星座 是带有天蝎座的色彩的 好 因为你的冥王星 跟上身是同样的一个星座 会有这种色彩 好 我就事情很龟毛 天蝎座不能讲龟毛 也是非常要求完美中的完美 好 很多天蝎座 我们应该这样讲 你的个性非常的多变化 对 很多变化 好 我们先这样讲 因为国灵姐的这个 太阳是双子的多变化 很多是来自于这样 可是你的多变 你会每一次的变化当中 你的这种天蝎的特质 会让你 我每一次变都要很完美 比方说 所以他找你演戏就对了 每次都找你那种 演那种奇怪的个性 那种难突破 别人不敢接的 你都可以全世界出来 对 对啊 我刚开始演的 刚开始出来的新人 就演亲戚不计较 那时候演长短角 然后大家都已经记得我 你演长短角 对 同时我又在派霹零火演习 素兰是坏人 一个是好的 一个是坏的 对啊 对 像刚刚主任跟说 很多变化 可是像有些女演员 会觉得说 这个领域我可能不擅长 对不对 我都是走这种 良家妇女路线的 我觉得我掌握得非常好 我不喜欢输 所以我不要去 接受新的挑战 可是像国灵姐的话 包括这种天蝎座 双子座的色彩 我们喜欢长鲜 而且我每一次怎么样 我每一次不同的角色 我都不认输 我都不愿意让人家看 好像会觉得 你一定是没办法掌握的 所以我们会事先 做非常多的功课 而且天蝎有一个 很棒的特质是什么 你知道人生一定会有 遇到关卡的时候 对 不管哪一个星座 那比方说 可能某一次的这个表演 也许会觉得 不如我的自己的预期 或甚至是被导演骂啦 被导播骂啦 这样子 那有些星座会觉得什么 啊 没关系啦 反正我不擅长嘛 下次我不要选这个角色 就好了 对不对 我就可能跳过 这样这个类型 可是天蝎不是哦 天蝎如果我被批评 没关系 今天你觉得我做得不好 我下次一定会再一次 挑战这个角色 真的 对 因为当初演 演霹靂火的时候 我觉得我要是新人 有很多东西 我没有诠释得很好 所以当演 佳和万世的新的时候 演秋金兰 其实又跟行事丸 很像的一个角色 我要把我自己 想要当初不想要补强的东西 我有做 对 这是天蝎一个 不认输啦 对 不认输的展现就是 我一定会特地让大家看到 我又做了同样的事情 而且我做得更好 我觉得这是我们也很值得 学习的一个地方的 是 第一名呢 如果有落在 牡羊座的朋友啦 因为迎难而上 不畏挑战 我看了晴阳大哥的火星 就在牡羊座 喂 晴阳大哥的心盘有趣哦 其实真的晴阳大哥 可能在演刘文聪这个角色之前 你看晴阳大哥的太阳是双鱼座 对不对 对啊 然后呢 他的真实的人 不是刘文聪哦 这个真的晴阳这个人 是双鱼 还是牡羊 其实他的很多 你看他太阳在双鱼 金星也在双鱼 然后晴阳大哥的月亮在天蝎 其实就有一点 刚刚我们讲天蝎的特质了 但晴阳大哥其实基本上 他是一个耳根非常软的人 好就是说 你说真的要他很下心来 除非真的是被逼到极致 要不然我觉得你的人生 在百分之可能 八十的这个阶段 你是那种 只要别人掉一滴眼泪 你就马上心软的一个人了 耳根子软 对 好 可是呢 我觉得这个就是霹雳火的这个 真的是慧眼式英雄吧 为什么因为你的这个刘文聪角色 其实完全有激发出你火星牡羊的特质 我们来讲火星 是他在很里面 他其实自己本身也不认识的一个位置 对他可能过去都没有意识到 其实我的内心有一股熊熊的火焰 透过这个角色被激发出来了 为什么我们讲牡羊座 牡羊座绝对就是那种不认输的 其实牡羊座的人 他是那种 像我们讲 狮子跟天蝎有时候还是因为好面子 不喜欢被别人看弱 牡羊不是 牡羊就是很纯粹的不想输 他觉得好像就算我赢了 其实他也不会觉得说我多有面子 他只觉得说我赢了我没有输 你知道就是他是一种很纯粹的 你没有办法从很多很心理机制 或者是什么很这种心理层面来讨论他 他就是不喜欢输 你看比方说像你观察很多牡羊座的朋友 从小时候我们常讲 他就会那种觉得我今天第一个到学校 第一个坐到教室里面 我就觉得耶我今天赢了 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然后呢 他说没有啊 我就觉得我第一个到教室 我觉得很开心 或是写考卷的时候 反正随随便便写一写 或是我真的会写啦 但是我第一个交考卷 我也觉得我赢了 所以跟牡羊座做朋友的时候 只要在某一件事情 你可能不小心 或者是怎么样 你赢过他之后 下一次牡羊 他一定会找机会赢回来的 但是像这样的特质 我觉得也有很棒的一个特质是 我前几天看新闻 就是有一篇统计说 在2021年 去统计这个世界上排名前17位富豪 17个人里面有5个都是牡羊座的 是哦 对 为什么 后来我就想 为什么这些人可以成为富豪 因为牡羊他不愿意输会造成什么 他可以不顾一切 我去尝试很多新的东西 或者是当我决定要做一些事情的时候 因为我不想输 我会觉得我会卯足了权力 不顾一切就投入下去 他不犹豫的 对 目标很清楚 对 只要他内心有找到他想要做的事情 他可以那种其他 好像他的眼中就是完全没看到其他的事物了 锁定目标 全部身家都压进去 你知道那种冲净 每一次都是show hand 每次都是 那当然就是要看了 这时候牡羊的你说眼光精不精准 或是他后续的持续力如何 当然会影响到他的一个最后的成果 那就看流年了 对 可是至少 但是只要运气是好的 对 他一中一定是爆发 大发的 对 而且他会 就算失败了 下一次完全是重新再来 他没有再怕的 他的信心不会打 基本上不会 像狮子跟天蝎 他们还会记取教训 会有一些 他们会觉得说 那我可能稍微要想清楚 我在做 但牡羊每一次都是第一次 牡羊的因为不愿意认输 所以他每一次 不管你说遇到任何一个角色 他也会卯足全力去做 在每一个自己人生的角色上面 他一样都会觉得 我不要输 可是我就是冲 冲到底好了 这是牡羊的一个 不喜欢输的感觉 但是常常可以造就我们 可以赢的一个人生 提供给大家参考 年轻人你在迷惘吗 听我一句话少奋斗三十年 让老师帮你持点迷津 从躺平足变成人生胜利主 跟着星象趋吉必凶 让我为你面对面算命 年轻的朋友 想让命运好好玩的大师帮你算命吗 详情请上 点书官方粉丝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